右边年初立法院在野党团总召喊话说要让执政党找不到人当部长 有言在耳 我们不禁要令人对于国家机关未来运作感到忧心 当年四字632号解释大法官语重心长的提醒机关忠诚 权力相互尊重 是不是会逐步的受到侵蚀受到破坏 我们必须要深思这个问题 为什么是反质询 甚至连主推这个法案的立委都不是说得很清楚 林阳得到金牌大家都非常开心 这难得是台湾人可以整体就不分党派不分族群 共同为一件事情加油实在是令人很感动 如果有一个部会首长 他就也因为太感动了 所以他就是在自己的脸书写说 这个恭喜林阳台湾之光 不过同时他要在他的微信也写说 恭喜林阳中国人的荣耀 结果这个部长就被请到立院去做词询 立委就问他说 请问部长你到底是中华民国的部长 还是中国的部长 你认为林阳之光到底是台湾之光 还是中国人的荣耀 这个时候如果部长就这样子回答他说 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 布兰是什么人 请问布兰是什么人这句话 是不是反质询 如果是难道国足自我认同议题 不能被尊重被讨论吗 如果这不是反质询 那又什么会是反质询 昨天最受欢迎的竟然是这位律师 石基姐 我大哥 你大哥吗 这个是你大哥吗 从现在开始 你刚刚变成你的小线肉吗 他就是我大哥 怎么变大哥 我尊称一声大哥 是是是就是这位 这位是谁呢 叫做李全合律师啊 立刻按赞开启小铃铛 是吗 你的心里的铃铛被他敲响了吗 毕竟李全合律师 是一个让国昌老师这位行走的六法全书 从李到外 书产的男人 告诉你那个照片 哇真的是抱着一只红贵宾 网路上都在讲说好想当那只红贵宾 像话吗 石基姐是这样肤浅的人吗 是 是是 他下载到手机里了 我刚刚看到了 我们画面上是人事统一权新旧条文的一个比较 那红色的部分就是增加的部分 他是对被侵使同意权之人 所增加非常多的一个限制跟义务 那我们画面上看到比较特别的 除了他必须要拒绝 还有甚至有罚还以外 像在红色的第三点这边有提到说 立院可以把审查的事项 交给没有民意基础的第三方 更重要的是在法律效果上 有不予审查这样的一个选项 那我们就要来问说 这一些规定可能会造成什么样 不可回复或急迫性的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要说 宪法或法律规定交由立院行使的人事统一权 它其实是一种政治性任命的表现 必须应该交由有足够民意基础的立委为之 如今新法是容许立院邀及专家学者社会人事参与 这种情形说得好听叫集思广义 但实际上会不会是一种审查的外包 最后审查是否通过的关键都在于取决于那份外包 而且不具名一张性基础的一个结论 更何况这些专家学者社会人事如何探寻 如何邀请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也没有进一步的转法 再来是在旧法时期被审查人 他一旦被提名最不利的情况也不过就是不同意 无法出任特定的职位 这是一种民主政治责任的表现 但是新法却增添对被提名人的各项限制跟义务 甚至包含到拒绝罚还 都让他承担比无法通过 无法通过审查更不利的法律效果 这已经不只是政治责任的负担而已 最后我们认为更严重更急迫的是 新法设下对审查程序的种种障碍 都可能使得立委要求被提名人反复补件 反复审查 透过这种无限期的审查程序 去瘫痪行政人士的出任 虽然有人说旧法时期也没有明定审查期间 但不要忘了我们刚刚有提到 新法有一个不予审查的效果规定 也就是现在立委他可以轻易的用 文件不齐 文件没有结吻 这样的一个简单理由 就官面谈话说 我依法不予审查 这也是新法在人事同一权上面 我们认为最危险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右边 也就是我们紧接着到来的人事同一权 要行使有多少 对国家机关的运作又有多重要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来看到左边这个新闻 NCC人士统一权 大家也知道日前又再度的受到封杀 对比右边年初立法院在野党团 总召喊话说 要让执政党找不到人当部长 有言在耳 我们不禁要令人对于国家机关 未来运作感到忧心 当年四字六三二号解释 大法官语重心长的提醒 机关忠诚 全力相互尊重 是不是会逐步的受到侵蚀 受到破坏 我们必须要深思这个问题 跟着我们来看质询 画面上一样是新旧条文的差异 红色部分一样是新法所新增 被质询者他的一个义务 例如不得反质询 不得隐匿资料 不得虚伪答复 这些其实都有不够明确的疑虑 那条文虽然有例外 但是特别的是新法加上了 这必须要由主席同意 也就是主席来决定 另外新法也增加了非常多的法律效果 罚还连续处罚 移送弹劾惩戒 甚至连续要新增的刑法藐视国会罪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会有难以回复跟急迫呢 首先我们一样 看到这个第一点 我们说 刑法下被质询者科与的这些义务 如果涉及到机密事项 能不能不予答复取决于主席的同意 也就是一件事情是不是机密主席一个人说的算 这个多少会受到主席个人立场和好物的影响 简单说就是没有任何的标准 好 再者 四字五八五六二七号解释都已经揭示 行政有机密特权 那什么事项属于行政特权的范围 行政首长应该有认定的空间 有争议的时候 六二七也说 循司法途径解决 不过新法不但没有把行政特权 规定在那个质询的例外 反而要求机密的持有者 必须要先行提供 甚至以财罚做后盾 导致行政特权的资讯 可能透过质询这样的手段强迫揭露 很多的机密性资讯 一旦揭露就不具有回复性 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这是某立委在外交国防文会 质询汉光演习时 要求参谋总长提供 作战任务的调整资讯 并索取相关资料 后来这个质询内容 被中国的媒体援引报导 我们是说 假设这个质询内容 真的涉及到国防机密 或行政特权 依新法的规定 一来它不见得可以是例外 那或者是它是不是例外 还需要主席的同意 不然参谋总长是不能拒打 不能够拒绝提供 这就是我们说 强迫揭露行政特权到 不可回复的程度 那我们也可以看看 这个质询制度的 另外一种可能性 刚刚提到了 整个新修的25条 增加非常多的 不确定法律概念 这些高度抽象的 不确定概念 一行是很难掌握的 例如什么是反质询 甚至连主推这个法案的立委 都不是说得很清楚 容易使被质询者无所适从 在整个质询的场域 动辄得救 也就是我今天说了 我可能违反行政特权或机密 我不说可能被处罚 我作为一个被质询者 可能是一个 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的窘境 这进一步会使得政策的辩论 跟沟通上市功能 可是这不就是 这应该是质询 最应该能够发挥的功效吗 我们也来看看这个例子 一样是某立委 在质询国科会副主委 他为了知道说 科学园区在地震时的损害情况 要求提供园区内厂商的 一些机密性资料 从公报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看到说 副主委已经有说 这些资讯可能涉及到 特定重要厂商的营业机密 可能无法提供 不过该立委还是要求 下班前必须要提出 我们试想 把同样的情况 放在新法的架构底下 那副主委这样的回复方式 会不会说 你再反质询 这个该资料 有没有企业机密 是不是变成主席 一个人说就算 如果他要求下班前提供 最后被质询者做不到 或者是没有提供 会不会被处罚 会不会惩戒 甚至多一条 藐视国会移送法办 这就是我们要去 质疑的问题 其实从上面几个案例 我们发现说 新法设计的质询 造成一个结构性问题 也就是未来 个别立委们都可以 透过质询之名 行调查之实 用这种高度不利益的效果 要求提供各项的文件 动辄以处罚做后盾 使被质疑者不得不屈服 这些对人 对文件的要求 其实他都不用去符合 调查权行使的法律要件 跟程序 当然调查权本身 也有调查权的问题 讲到这边 我们发现新法 其实有几个重要 而急迫的违宪问题 例如刚刚洪律师有提到的 国情报告 如果把总统给行政院长话 然后立法院可以 透过人事同意权 反复的审查 程序去瘫痪行政人士 立委则借由高度 不明确的概念 去操作咨询 来行使调查的实际 这个第一点 它可能有破坏宪法 双原行政权力结构的风险 第二点可能有违反 机关忠诚义务的情况 那第三点造成什么问题 它会使得被咨询者 在政策辩护上面 在机密事项上面 在提供文件上面 不敢跟立委唱反调 如果我们不谨慎看待 这些新法造成的 急迫危害 相关的规定 它在解释适用上 都可能成为未来的议事 甚至是宪政官吏的开端 逐步去侵蚀宪政资序 跟客观资序 达到不可回复的程度 这就是本件 要做暂时处分的重要理由 至于新法校的调查权 跟听证权的 其他危险问题 我们交由 陈文光律师序文陈述 谢谢 实际姐 我大哥 你大哥吗 这个是你大哥吗 从现在开始 你刚刚变成你的小鲜肉吗 怎么变大哥 我尊称一声大哥 是是是 就是这位 这位是谁呢 叫做李全合律师 立刻按赞开启小铃铛 是吗 你的心里的铃铛 被他敲响了吗 毕竟李全合律师 是一个让国昌老师 这位行走的六法全书 从里到外 舒惨的男人 什么意思 是不是啊 从内涵到外在 他逻辑超清楚 而且因为他也引用了一些媒体的这个简报 所以他用媒体的简报来提出这个疑问 好 那所以他其实讲的非常让人明白这些法律的专业的这些知识 包括机密事项啦 反执行啦 人事审查权啦 等等的 每一件 每一个疑问都让人听得懂 这些电影律师都讲过啊 对 但是电影律师 帅度的问题 你怎么没被全本 帅度的问题 因为电影律师也非常的优秀 我也讲过啊 你怎么也有讲过啊 但是你全合律师 完全听得懂法律 就是我觉得很难能可贵 为什么会这样讲 是因为电影律师两优秀 因为电影律师 你过了一个广告 所以想好怎么圆 我还是很想要洗白这一段啊 电影律师也是常常拿这个新闻事件来跟大家深入浅出的做说明 那我觉得李轩和律师也是有吸收到电影律师这样的精帅 太厉害了 有没有 两名大律师都很优秀 而且李轩和他在补习班教书的时候是PUMA的好朋友 他们在不一样的补习班 可是都是法律名师啦 拒破 然后李轩和的这个艺名啊 叫做李泽 所以呢网路上就赶快收啊 李轩和律师他的结婚照 然后结婚照上就写李泽李泉和这样 然后大家就以为说哦他太太叫李泽 李泽啊 两个都是他的名字 OK 你看到那个照片有没有心碎了 我告诉你我岂是这么肤浅的人 他下载了 他下载到手机了 你不是心碎 你刚刚变手机封片 我告诉你那个照片 哇真的是抱着一只红贵冰 网路上都在讲说好想当那只红贵冰 像话吗 慈禧姐是这样肤浅的人吗 是 是 他下载到手机里了 我刚刚看到了 慈禧你证明你不是 坐在旁边有一位陈姓律师 讲得也很好 他叫什么名字 哈哈哈哈 陈大律师 你有没有下载陈大律师的照片 好啦言归正传 为什么我为什么 你就这样说过去了 为什么我称赞李轩 是因为他其实对于弱势的 对于人权 长期以来一直有坚持 对 比如说他担任过这个 莱猪四线案 莱猪的四线案 然后318也是 官场工人也是 官场工人 好像还有乐生案 也就是说你看他 乐生疗养院 他挑的这些案子 都没钱了 不是他挑了 他接的这些案子 可能是很多这种其他律师 有一些律师可能就不想接 没钱啊 对 麻烦啊 弱势嘛 没有钱嘛 所以你看他对于人权的这个维护 以及他对于弱势团体的关爱 一颗心 等一下 那个爱心是你要送给李全合的吗 有收到吗 李律师 好我的意思是说 他的确长期以来 这个路线上面也非常的清楚 他也的确对 对于弱势的这些关照啦 等等的 也不以赚钱为目的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律师啊 所以他为什么会让人尊敬 他为什么会 昨天在这个 乡民网路上面爆红 因为他一路走来 路线一致 不像十年来 然后有一个人站到了对面去嘛 也因为他们的坚持 让人家看到他们选择的价值 而那个价值 是你用钱都换不回来的 这是李全合让人觉得 哇 这个没办法 一定圈粉的原因 是哦 我看到实际姐用一句一番正义凛蓝的话 是不是 包装自己一个粉红的少女心 粉红泡泡的少女心 我想问普玛 普玛你以前也跟她在同学 同样的补习班当过老师 所以你跟她认识很久 对 她一直以来始终始终如意都是这样的人吗 对 以前我跟她合作过很多法案 那全合的特色就是 她从以前到现在都长一样 她真的都没有变 对 她真的是我觉得也是 CharDavid 她真的是我觉得 Him treats 一定的 我们在应该是在大普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你们在大普安 苗核大普安的时候 对 然后到关场 然后再到红重丘 我也是红重丘的义务律师 然後他是在太陽花 那時候在太陽花的時候 因為我剛剛很熟 那時候我們都一起在教補習班 我後來跳槽跟他一起 哦哦你沒有在同個補習班過 他教什麼你教什麼 他教公法就是行政法憲法 就是跟這個罪有關係 我教刑法就是殺人暴法 而且我們的書名也一樣 我的書叫做刑法總則破 就是一個字破 他叫行政法保 就是我們都是同一個系列的 那個時候太陽花剛發生的時候 因為我在美國他在台灣 對所以我們那時候 還一起弄了一個網站 叫晉級的向陽 我們就把台灣發生的事情的 那個報導把它變成各國語言 西班牙語啊什麼等等之類的 法語啊 所以他也是算是民主前輩 某種程度 對就是都是我們大家都是一起 生根很久了 對所以就是在那一個年代 其實我覺得真的有非常多的 就是在我們大概這個年紀的 因為很多是學生嘛 比如說像品羽他們是在小一點 我們大概在終身大 賴中強就大概在大一點 那所以我們其實這一群人 從之前一直到現在 其實也經歷蠻漫長的一段時間 對那也一直到現在 你看太陽花這些案子 那時候太陽花的案子 還有尤博翔律師啊 對啊 有啊有啊有啊 這張照片就是啊 這張照片就是啊 尤博翔律師啊 黃國昌啊 林非凡啊 那時候中強其實也在裡面啊 所以其實呢 我們這一路走啦 有些人去當了大法官了 對 有些人持續還在為這個 中資等等之類的 像金明蓮 就是愛中強他們在做 有些像我現在就到這邊 有些人在做這一個 只有兩個人變了啦 柯文哲跟黃國昌 柯文哲跟黃國昌啦 對那但是我覺得 就是說也很高興 就是說看到他在這裡 因為他其實已經做過非常多 他很常做憲法相關的訴訟 是 所以他其實對這種場合 非常的熟悉 那我昨天當然也有跟大家交頭接耳一下 不過都是聊一些八卦而已 什麼八卦 因為我就抓他正後方嘛 因為我們真的蠻熟 很多人說你帥 你感覺怎麼樣 跟他聊一下八卦 那時候我沒有手機 所以我不知道 我們手機都被收起來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 有評分 扶馬從來不覺得他帥 是嗎 所以他不會跟他聊這個 扶馬覺得他帥不帥不知道 時期解決帥就好 對不對 有一個律師爆紅啊 你知道那個人嗎 我跟我的朋友 你朋友 李全合律師 李全合律師 然後他是什麼 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 大也有去念法律系 他也替這個官場工人啊 太陽花學運等等的辯護 然後大家就說 你看以前呢 尤柏祥律師 他現在是大法官嘛 那時候他們是這樣 騎著火 現在框國昌 跑到了對立面 怕他們不一樣 那李全合律師 他其實在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他也幫忙做辯護律師 是 十年的變化 有人歪掉了 因為心機太重 拍個帥的年輕人 我們有一點人老豬 什麼 我跟你講那一張拿起來 其實應該 旁邊應該是有我 我年輕時也是在裡面 其中一員 那你是幫忙辯護什麼 那一樣啊 因為太陽花學運 你站在邊邊沒拍到 對對對 你那個珍藏版 你給我們幫你秀 我怕這樣前後 before after太多 會怕到 沒有這個 李全合律師 他藝名叫李澤 我等一下叫他李何 李澤 就像沈柏洋 他的藝名叫 撲馬 那為什麼大家都認識 因為他們兩個是補教民師 剛好一個叫刑法 就是撲馬 然後李澤是專門叫行政法 他們兩個都是非常有才氣 外型也非常亮麗 所以是補教民師 然後他們今天就站在一個 撲馬還好啦 這個 這個 李澤 李澤比較帥多了 亮眼 亮眼 每個人喜歡的感覺 你說撲馬不好 這樣陳玉珍會傷心 陳玉珍喜歡他嗎 陳玉珍看上撲馬了 真的嗎 你不要亂講 不然他在外面看走來走去 看他覺得會幹嘛 他自己講 我今天是專門來看 沈柏洋跟那個 他有澄清他看莊瑞雄 對啊 那個是用來掩護的 不是陳玉珍比較喜歡我 他叫我愛迪達 你確定嗎 好啦 我補充 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說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其實大家曾經都站在支持台灣 支持民主價值的這一面 那怎麼有人站到了對逆面 而且是在法庭上 互相對立 更何況 你提出來的東西 你在憲法法庭 憲法法庭開玩笑 這是全台灣法院法庭的最高等級 你要成為大法官 你沒有三兩三四 沒有辦法成為大法官 都是法學太陡 你要被選為裡面的訴訟代理人 你也是要有相關的專業的這樣的法律 結果黃國昌您身為這一個 他也是法學博士 你怎麼會到法庭上講得滋滋烏烏 我特別講一段話 這個郵柏祥大法官我問他 有一句話說 如果總統國情報告 後來總統不來 你怎麼辦 那我請問問題一 為什麼你要立法 接著郵柏祥大法官他繼續問 為什麼 他問說 好 那如果總統國情報告不來 你是不是要凍結所有人事 這句話是玄外之音 大家要聽懂 觀眾朋友要聽懂 這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暫時處分不下 我不僅這個後續的違憲的法律 會開始跑 你就立法院開始傳人民 都去立法院 而且國會的所有的 那個政府所有人事都被凍結 就因為這一點 覺得郵柏祥大法官 其實他已經在 他已經很明確在講了 已經看到後面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我如果今天暫時處分不下 我後面政府都不用運作 因為警察委員也沒有人 NCC也沒有人 大法官也沒有人 那整個國家就空了 這就坐死藍白要作亂台灣民主憲政的 這樣的一個包場獲勝 那個黃國昌這種 他的反應就是做賊刑虛被宰到了 因為他說我又不能怎麼樣 我開個記者會 結果郵柏祥說 你會不會凍結人事 被抓到了 所以他不敢講 他這個問題是一個雙刀 因為如果他說他會 他會去做這個凍結人事之類的話 然後大法官就說 這個符合暫時處分的條件 對 所以就會 他是他才胡亂講 對 但是他如果說他不會做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政治承諾 而且大家都看到 到時候他們在凍結人事的時候 就會說你違背政治誠信 可是他們沒有在講政治誠信的 他常常講A 然後做B 所以就胡扯八道 中扯西扯 因為他知道這題他沒辦法回答 我再補充一下 其實大家看到 尤博祥大法官 他其實是我們律師公會的前理事長 那非常專業 他專門 他我跟大家講一下 他在我們在裡面 律師公會裡面專門教什麼 就是教交互結問 就是一問一答 所以今天為什麼他的問題 每個這麼犀利 而且每個問題都有 都有隱含背後的潛臺詞 這個就是重點 二人私心 因為李權和律師 昨天不是非常轟動嗎 很多人前一秒說 我覺得我戀愛了 然後下一秒說 他結婚了 我失戀了 那因為有人說他長得很像什麼 是Energy裡面有一個牛奶 是不是 金軒虎 也有說像韓星 那不好意思 我個人比較老派一點 我把照片跟另外一個藝人做對比 這個是李律 律師 這是誰 什麼 你們沒有跟上這個時代嗎 這是誰 這是Energy的其中一個明星 錯 唐本光一 這樣會透露年紀 有鬼 朗洞皺眉頭 不是朗洞時代的藝人 但是柏惟 我再請教一個部分 怎樣 你怎樣 這個人有 我有聽我媽講過 亂講 是潛妮師的 潛妮師 你剛剛在Gate到嗎 Gate的有點晚 不是 我要講一個部分是因為 館長幫忙說 館長也是直播流量很多的一個人 館長都說 你們就是12個打三個 裡面再講的都不是法律 都是政治 館長幫槍 可是有人就翻出了 過去黃國昌 他認為說你看 要辯論 我會輸給誰 我敢講第二 沒人敢講第一 黃國昌的口氣就是這麼大 當時他說 時代力量要存活 就是要提名我當總統 不然我就退黨 讓時代力量自己去選擇 你去想總統辯論台上 如果是我站上去 因為他講的應該是 2020年那一次的選舉 蔡英文會錯到什麼程度 那我們是沒有看到他 比方說跟不管是王毅川 李政浩 什麼那個都沒看到 跟林書芬那個都沒看到 現在看到憲法法庭 黃國昌的辯論 說我還是起立會 割到什麼程度 結果呢 這我以前在我們家鄉 世衡跟一些朋友參考 丘留基層打拼的時候 這種的我給他一個話 文國昌叫做食嘴兄弟 食嘴兄弟就是說他講都很恐怖 講都很大型 家裡人都像在整棚的 如果每次只要蓋住他 那他就這樣 畢竅 要吃什麼 正經跟他說 英文八點 西門上當時 那些人一定碰他 就說你東三角二頭 我擴典就有阿頭 你在家裡有嘴 我擴典就有嘴 結果問你是在有嘴 沒有 我憂鬱症 什麼意思 你在講都很大型 正經跟你說的時候 人都碰他 一個好的法律學者 最好的表現殿堂 不就是憲法法庭 有沒有比這個更大的 更權威的 結果他在憲法法庭裡面表現 七零八落 那你如果說是一個好的辯論家 是不是應該打遍天下無敵手 所有擂台上片 就像館長在他的健身界一樣 有沒有人敢上擂台跟我挑戰 看他那個現實我也不敢記得 因為那個專業嘛 結果你講你很會辯論 從來也沒看你跟誰辯論 你講你法學前衛 去到憲法法庭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他都一直走下去 不好意思一直走下去 一直走下去 他在立法院 可以這樣插嘴嗎 在憲法法庭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這樣怎麼會成 所以他講都很大聲 講都很會 講都好像上山下海 來啊 去舞台上表現啊 上來表現 他現在最會的就是王鴻 然後呢 他的客群 衝突的對象就是館長 所以等他如果沒當立委 下來跟館長搶流量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翻臉了 這個是時間問題 我們就等著看 館長你也不用擔心 我是說館長你本人不用擔心 館長啊 我來講一個簡單的 我當然了解 現在為他做生意 你以為我就討論 OK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啊 真的大法官是要靠民意嗎 真的所有的政府機關 他們都是用民意堆疊嗎 我就問一件事情 假設我們人生病了 醫生要開藥 太陽在開 應該怎麼用投票 你們開處方前 沒有聽過民意嗎 敢嗎 你敢看這樣的醫生嗎 這個是專業嘛 大法官20年律師經驗 起跳 才能夠去提名 才能夠大家投票去當選 你說不行 我要投票 我要投票才能 沒有 民意嗎 那你看醫生要不要民意 你買菜要不要民意 所有的事情都要民意嗎 政治權力不是這樣子運作的 我們也沒有講什麼公鬥啊 什麼蛙哥的 現在就是誰有道理 民主就是這樣 民主社會就是不斷論政嘛 不斷論變嘛 你們要罷免我可以 來告訴我為什麼要罷免我 你們今天要提高門檻可以來 你告訴我為什麼要提高門檻 不要兩次講的不一樣這樣子 論變上會有衝突嘛 你國民黨有說要提高門檻 我就說你提高門檻之後 很難罷免民進黨的立委呢 國民黨的民眾聽聽 對 我如果太討厭蔡英語 我要拔面 你門檻 他要拐電話給中小平說 你們國民黨不可以調低門檻 一定是這樣 所以民主要不斷論變 你不斷論變 你不能躲起來在家裡論變 黃國昌最大的問題就是 法界我第一名 辯論我又第一名 達行你第一名 我好像全世界都聽你的 出來講的時候 不好意思我今天不贏 我今天不贏 沒有 我撿對象 綽號碼牌 沈柏洋名 拆起來沒有看到 賴清德沒有看到 結果看來一個 由大法官 好來跟他對證 由捏下來 又博翔 其實 躲得了沈柏洋 躲不了由博翔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黃國昌最大的問題 我們講內容 他今天在 他真的昨天在憲法法庭裡面 除了看手機 滑手機看直播 等聲量 憲法 玩很大 憲法大熱門之外 其實大法官問了四個問題 他會問你問題是什麼 我不懂 我不知道你在寫什麼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他問四個問題 藍白的結果都是沒有回應 第一個說 你反質詢 是什麼定義 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可是以問答問嗎 是什麼 講了半天講到最後沒有結果 請你書面回答 第一個 反質詢沒有回應 第二個問你們是要挑戰 585四字嗎 請問你們現在 挑戰四字585嗎 我沒有 我沒有 沒有回應 第三個問他說 你們有國會優位權嗎 你說行政院認為違憲 這樣子不尊重憲法 你們認為沒有違憲 我們就要聽你的 這樣子有尊重憲法嗎 他說 你們有國會優位權嗎 國會優位權 也沒有回應 第四個總統的國情之文 你們 他如果不來會怎樣 不來我們會開記者會譴責 所以你立立這個法幹嘛 我也不知道 沒有回應 你搞了半天 問你四個問題都沒有回應 你到底是在開誰的玩笑 所以這幾件事情 其實坦白講 郭兄很辛苦 因為我每次看到這一張圖 我都會想到 黃國昌的親朋好友要去報案 應該要去報案 他說民進黨是最大的詐騙集團 那時候我們就要放十年前的錄音 你當年不是這樣講 你當年說不要懷疑我 消滅中國國民黨的決心 決心 對 然後這個馬英九去太平島的時候 他強力譴責 結果自己當立委的時候 國民黨去太平島 眼睛閉起來沒看到 我們要播那個錄音帶給他聽 他還反對大免連署要用身分證一本 對 所以 所以這個 他身邊的親朋好友應該要報案 我們高度懷疑 因為人不可能變得那麼大 應該是另外一個人 應該是另外一個人 我是認真的 因為轉變太大 台灣政壇上沒有這種 所有人都還在同一邊 只有一個人直接轉到 那菲律賓不是有個女市長 後來發現是中國監禮嗎 對 他可能是被中國調包了 對 我們是真心的為台灣民眾黨好 不論他是真是假 都應該要做一次驗證 不然的話這樣子繼續 其實是危害黃國昌 這三個字的名譽跟名聲 就教於您 請問反質詢的定義是什麼呢 來來來 行手的六法全書 黃國昌老師答不出來嗎 他沒有到六法 他就其中一個專業而已 明法 明法 他是明法專門 黃國昌不會違法 只有法律違背了黃國昌 這個是小草的認知 但是去到大法官 這個憲法法庭之後 黃國昌也不過就是小草一顆 本性 這個叫本性進展 那昨天的畫面是什麼呢 剛剛看到的影片 其實是包含尤柏翔大法官 在舊教於這個 立法院代表黃國昌 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要弄一個反質詢 那我們就不知道反質詢是幹嘛 你有沒有跟我解釋 什麼是反質詢 黃國昌講了半天意思就是說 我也不知道 我們只能設想各種遇見的狀況 他為一個不知道怎麼發生的犯罪行為 立了一個法 然後入刑法於罪 就是用國家的高度要審判 才會用刑法 不然 對 刑法的意思是這樣 那這個我就好奇 如果不知道怎麼樣會犯這個罪 但是我們要先預防性立法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預防性立法 如果外星人來台灣偷走了台灣人的牛 應該要把外星人入法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到底怎麼樣才會違法 如果設下去之後完全不會有人違法 那我到底設這個法要幹嘛 如果有道理我們來討論 但是黃國昌從頭到尾講不出來 尤博翔是誰 尤博翔不是沈博陽 不是沈博陽把三點水把蓋頭拿掉 變尤博翔 你躲得了沈博陽 躲不了 尤博翔 尤博翔 尤博翔是誰 這個是大法官 昨天延遲交鋒非常精彩 但是被人家慢慢的一張一張發現 他在十年前曾經擔任過318的義務辯護律師 站在中間這一位 左邊這個輸著尤頭 那個時候還滿年輕 駿翔 這個叫黃國昌 這個在民進黨擔任 這個現在是國安會 現在是國安會 對 跟駿翔 這個是林飛凡 這個現在在應該是實在力量 但是他現在在美國進修 也是希望能夠為台灣出一份禮 這個叫陳維廷 三節 這個叫做太陽花血運三節 整個畫面裡面只有一個人 背叛了這個團體 這個人就叫黃國昌 十年後看黃國昌為黑箱辯論 這個是尤博翔 他問說你找一下你的答辯書 找到了嗎 第十頁 非常經典 因為這個尤道法官問說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講什麼 你不知道的話 幫你看一下你的答辯書 成為昨天的金句 尤博翔到底是誰 為什麼會大家廣泛討論 平東出市高雄特色台北這個酒客 過去他在中政國社 投民國中來到台台 那個醫學技術 真的喔 他我學長喔 倒明的喔 是啊 學長好 老師好 我這個時候要趕快給他 拍一下關係 撐一下 躲得了尤博翔 躲不了王思綺 來 尤博翔被網友做圖說 再次KO黃國昌 他說你定一個叫做反質詢法 那你們的定義是這樣子 質詢啊 叫做官員 官員為政策辯護 就是說你是行政單位 我是立法單位 我質詢你 你要為行政辯護 當然當然 但是你如果講錯講 不想講或者是講得模糊 你是藐視國會 我質詢你 你如果藐視我 藐視質詢罪 請問一下什麼叫反質詢 他說啊 在我國法律上 立法委員並沒有制定政策的權利 對啊 那麼官員如何反過來質詢你們 意思就是我質詢 你要為政策辯護 對 你反質詢的意思是你要質詢我 對 行政官員質詢立法委員 對 然後我為政策辯護 但是立法委員沒有制定政策的能力 對 那所以到底什麼是反質詢 請你說明 那結果黃國昌 光小鈴就噼里啪啦 講了一大堆 可是怎麼樣啊 網路上都有範例啊 你可以去看 你去看網路 你去看網路 叫大法官去看網路 真的真的 我跟你講以後 如果有黃國昌相關的信仰的這個 專家教授學者補習班之類的 你就跟他講說 答案在課本上面都有 不需要我寫這一張考卷 帥 考試的時候 答案在課本上都有 不知道的話去問 去看課本 對 你看哪個學生敢跟老師這樣講 帥 來 退庭前 那因為噼里啪啦 講了兩個半小時之後 還是沒有人知道 反質詢到底是什麼 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節目講的 他們提案的人一直都不解釋 什麼是反質詢 沒有定義 我剛剛有問一個 關於反質詢的問題 不過黃國昌好像沒有回答 那是不是你之後再用書面的方式 補充你的回答給我 謝謝 回家作業 三天後請交書面報告 交作業 那翁小鈴 翁小鈴又出招 翁小鈴說在具體的爭議案件出現之前 行政院就揚言不會遵守 還不斷說這是違憲 這才是違反憲法忠誠 這個部分應該是在講這個 立法立院職權行違法 就是說你進來之後 你不聽我的話 不管是反質詢 不出席幹嘛 那行政院就揚言違憲 可是實際上是什麼 大法官也是搞不懂 你立一個法 你立法院管你立法院 行政院管行政院 你到底立法院立一個法 要管行政院來到 立法院的時候的這個 這個說話內容的理由是什麼 翁小鈴的理由是 因為他是來立法院的 你聽得懂嗎 我聽不懂 因為他來立法院 立法院行政院是兩個機關 對 那行政院到立法院備詢 所以行政院進到立法院的時候 立法院最大 所以我就是比你大 怎樣 就有主客關係 立法院是主廠 行政院的人來到我這邊備詢 他就變客廠 你進來 好大喔 這樣你不能不來 來了不能亂說話 不能不講話 假也不能說謊話 部署也不能拿錯資料給你 你還不能反問這個委員的問題 所以這個大法官一聽 那你就是修了一個法案 然後把自己立法委員 變得比行政院大 可以管行政院 我們聽起來是這樣子 可是他們都不這麼認為 大法官就很精準的去問這個問題 你說立法院沒有違憲就沒有違憲 行政院就要接受 那是不是表示憲法有 國會優位權 什麼叫國會優位權 就是 我立法院比較大 我就是比你大 質詢就是上對下 行政院說 行政院說違憲就是違反憲法中成 你立法院都沒有違反中成 你立法院就可以隨便違憲 那大法官就問說 你的意思是不是國會優位權 你就是比人家大 翁曉琳塞住 我覺得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國會優位權 他說我沒有這樣說 我們並不認為 你們就是在這樣子做 你們就是用行為告訴你說 我就是比你大 我們看下一段VCR 對 但是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翁曉琳真的很厲害 他昨天有說 因為行政院提的複議 已經被立法院否決了 所以行政院就要乖乖的去接受 我跟你講這張多精采 高雄人 平東人 都南部人 都北伐成功 這個都非常優秀 高雄人 告訴你 我們南部就是厲害 九四高雄台 高雄北台 沒有錯 沒有錯 我就是比你大 好啦 翁曉琳還講了一句很經典的 很敢 我兩天只有睡三小時 被死我了 好 來 我們要看下一段VCR 這是行政院的機關 他們這個推出的訴訟代理人 他叫做李權和律師 哇賽 播一下你就知道 為什麼當場圈粉無數了 我們發現新法其實有幾個重要而急迫的違憲問題 例如剛剛洪律師有提到的 國情報告如果把這個總統給行政院掌畫 那立法院可以透過人事同意權繁複的審查 程序去癱瘓行政人士 立委則藉由高度不明確的概念去操作質詢 來行使調查的實際 這個第一點它可能有破壞憲法 雙元行政權力結構的這個風險 第二點可能有違反 機關忠誠義務的情況 那第三點造成什麼問題 它會使得被質詢者在政策辯護上面 在機密事項上面 在提供文件上面不敢跟立委暢反調 如果我們不謹慎看待這些新法造成的急迫危害 相關的規定 它在解釋實用上都可能成為未來的議事 甚至是憲政管理的開端 逐步去侵蝕憲憲政秩序跟客觀秩序 達到不可回復的程度 這就是本件要做暫時處分的重要理由 講回那個複議的部分 我們認為複議其實是憲政機關 憲法機關它的一個接觸點 它是在立法行程過程 還沒有完全跑完的時候 所以它在條文中 不論是本文還是針對條文 才會有一個經總統合可的要求 因為總統要公布法案 所以它其實 我今天如果真的認為自然難行我要複議 必須要先經過總統合可 所以就如同剛剛我們說的 這其實是一種政治性的一個制度 有沒有帥 講話好順喔 李權和律師 然後一條一條要告訴你說 你們行政院通過這個法 我們的疑問在哪邊哪邊哪邊 來 李律啊 這個 昨天一出場之後 就被大家囉嗦 除了十年前在太陽花學運 關心這個實證之外 另外一方面也是沈柏陽的好朋友 那同時也是非常 也不能說權威啦 但是非常很厲害 你要講到權威 聽起來好像年紀有點大 陸陸續續有一些帥造被挖出來 不然他的大頭貼在那個 日本有一個木村拓栽的律師劇 叫Hero 有一個森林公園大道 他就也有在裡面拍一張 那一張現在也是傳的整個網路都是 很像金軒虎 對 台版金軒虎 台版的 有一點喔 然後偷偷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那個 2020年1月11號的時候 他有發一篇文章說 Thank you 好啦好啦 反正就是 你有沒有覺得現場突然冷得下來 沒關係我等一下再傳 安靜 好啦總之他是非常的愛台灣 然後而且在法律界是年輕一輩的 算是蠻有名的一個學者 很厲害 很厲害 你聽他的口條 你聽他的這個敘述 而且你會覺得他是有準備的 對 我們待會兒會講沒有準備的三個在裡面 錄憲法玩很大 通告咖錄一錄就走了 理律進去是每一句話都很怕你聽不完 我準備那麼多資料 我一條一條講給你聽 不像有人在那邊 我試圖 我試圖回答 由大法官的問題 哪有那麼多話可以講 李權和律師甚至在這個辯護過程裡面埋梗 源自於原本有一個友台的節目 他的主持人在那邊 在台獨問題上面 在經濟問題上面 在意識形態上面跟中國唱反調 然後李律師剛好就把這個 他針對於這一次藐視國會 國會改革案裡面 這個他覺得不舒服的地方 烈烈不敢跟立委唱反調 然後他就在裡面rap起來 非常可愛 他好好笑喔 他說新增的25條也是這次 立院執權行使法最主要增加 非常多的不確定性概念 比如說什麼是反質詢搞不清楚 對大家都有疑問 連主推的立委都說不清楚 那你被質詢者無所示從 會變成整個質詢的場域動輒得救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猜測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猜測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詢問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含糊其詞 我不確定的數字能不能講 所以你會變得整個質詢 會變得莫名其妙 所以動輒得救 那另外一方面 在總統府的代理人 這個叫做宏偉勝律師 他說立法院處理國會改革案 但二讀三讀的時候 卻舉手表決 以舉手不記名的方式表決 所以已經違反公開透明的原則 而且這些法案不容許違憲 一下下就好 意思就是說憲法在那邊 你要修的時候 你如果會違憲的疑慮 你應該要準備好 你要準備好解釋 不然你不是上禮拜 寄通知信才開始違憲的 你是一修法 而且你是起心動念違憲的人 可能違憲疑慮 所以他們說睡兩個小時 那個都完全沒有道理 這第一點 第二個 這個總統府的部分 是針對國情之吻 那這個部分 因為他二三讀的時候 大家舉手不記名 蔡逸宇去上廁所躲起來 結果票數還一樣 他那個加起來 加起來 什麼 一共一百個人投票 加起來110票的 奇怪的事情很多 後來還圖一圖 沒有 寫錯 然後再來是不記名 什麼叫不記名 你還記不記得 時代力量民眾黨最愛用一招 拍照 有那個反對疫苗購買的 拍照 有那個燈 有沒有很多的名字 有綠色紅色 每次表決他們就在那邊 一直玩這個 一直玩這個 美豬 你看同意進口美豬 開放萊豬進校園 拍照 那天有沒有這個照 沒有 所以你根本連誰投的 你都不知道 所以總統府的這個辯護方式 針對程序的部分 好 所以不容許違憲 一下下就好 沒關係 我也一下下 沒有這種事 一下下都不行 違憲一下下的意思就是 我們現在這邊 這邊有那個 吸毒有害健康 請勿什麼 請勿以身釋法 這邊有警語 好 吸毒違法 那可不可以吸一點點就好 吸一點點 就這樣 我吸一點點就好了 S S 總之沒有 好啦 好啦 聽得懂 不要勉強我 李全合小檔案 他現在是在大衡法律事務所主持 律師 承認太陽花學運的義務律師 以李哲的名義在補習班教授法律課 所以昨天他的結婚照下面有 下面有寫 律師李哲李全合 人家以為他老婆叫李哲 不是 補習班的畫名 都是他本人 好不好 也是補習班教授在這邊 跟沈柏洋結緣 因為之前 沈柏洋也是補習班老師 不同一間 不同一間 但是他們有同樣的背景 都是同一個領域的名師 一個是 那這個叫洪桂勝 他在洪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也承認太陽花學運的義務律師 他很有名 父親是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 叫洪桂山 大律師 他們是法律世家 兒子也是 也是很厲害的一個律師 然後呢 因為他們昨天的表現 很多人在網路上說 我們何必在那邊看韓國的綠證據 我們的憲法法庭好看成這樣 超越韓劇好不好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大法官也好 律師也好 大家以民主為前提的 都參加過太陽花學運 不要說什麼太陽花學運 就是民進黨的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 這個也是太陽花學運的 這個的知名度 還比剛剛三個人加起來大 唯一一個人跑掉 不知道為什麼 怕不知道 眼睛叫爛爛爛爛爛 來 國民黨立院黨團 7月11號上午開記者會 今天早上 大法官是憲法守門人 不該變成民進黨的看門狗 哇 大法官是狗耶 厲害優秀 優摩翔大法官 你被罵了 一個憲法法庭 變成民進黨的圍毆場 拳擊場 哇 那請問一下 徐曉欣去咬人那是什麼場 那個 殭屍場 施行列車場 那個 王偶都不願意提他的名字 王立委去打林楚音 這個是什麼場 修羅場 沒有莫名其妙 民眾黨的立委抗辯是說 憲法法庭沒有保證 沒有保障 聽審請求權 然後呢 國民黨的立委說 什麼總統行政監察院的事件申請 都不合法 都不合法 憲法法庭不應受理 然後國民黨的立委說 這兩天都沒什麼睡啊 只睡三個小時 畢竟不到五天只能準備 我們要對抗十二個律師圍剿 壓力太大 我簡單講 你無論如何 今天我最後總結是這樣子 一般法院他有法官坐在那邊 然後有檢察官或是原告 另外一邊是被告 然後大概就三方 其實叫書記官什麼等等 你今天誰是原告 行政院是原告 為什麼 因為你們立了一個法 可能影響到我行政院 然後還有誰是原告 總統府是原告 檢察院是原告 所以原告一大堆 被告是誰 被告是立法院 立法院代表六個 依照這個黨團席次下去分配 三個民進黨 兩個國民黨 一個民眾黨 民眾黨那個其實是國民黨 讓給他們的 好 六個人坐在 六個被告坐在那裡 你民進黨的那三個立場 跟原告一樣 所以就坐在那邊不講話 我們也覺得有罪 我們也覺得違憲 那不然你要他講什麼 那另外三個當然要抗辯嘛 那個是本來就設計好的 那個人數原了 本來就設計好 而且是有在規定說 不行 他們有十二個人 我們只有六個不公平 有這樣規定的 有個大律師 律師出庭 被告如果是二十個人 每一個人兩個律師 就有四十個律師 對 像這個友台 有一個大律師當主持人 他昨天的晚上他就講 我之前去當律師的時候 檢察官進來就是最多三個 然後我們那一次的 案子跟軍事有關係 四十幾個 身上的星星幾百顆 每一個人都請兩個律師 你知道那個場面有多大 他們還是只能來三個 誰會去那邊抗議 那檢察官說不好意思 他們有幾個律師 我們就有幾個警察官 你們這個根本 連實務經驗都沒有 而且就是在騙人嘛 再來是整個過程裡面 我認為他們三個 從來沒有站在被告的立場 他們三個的過程裡面 只是要闡述自己 我立的法很棒 然後很棒你不要就算了 他們根本就不像是被告抗辯律師 他要論理 然後這個跟人家抗辯 然後拿出舉例寫出定義 告訴範圍 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樣沒有準備的這個一個抗辯 其實非常悲劇 好我們續回陳述 畫面上這是本件目前監聽人跟法庭之有所有意見的整理 因為相對人委員有說要來一個憲法大辯論 所以我們認為參著各方的意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有盡量的整理 可是截至到昨天為止 看到現在的整個氣氛 我們認為這個核心的部分打勾 微信的部分我們就打差 那大家如果看到畫面上沒有打勾的部分 不是我們物質 不是我們刻意挑選 因為昨天為止 上去的書桌就真的是長這樣 當然大家微信的部分跟微信的理由可能各自不同 好這其實也讓我們觀察到一個現象 為什麼這一次的修法 它可以讓這麼多的專家學者 這麼多的法庭自由 針對這麼多的問題提出微信的質疑 這其實是我們想要問的 當然我們剛剛也才收到同時 這個聽到另外兩位鑑定人的意見 我們也會這個再續而回覆 那同時我們來做質詢的論證 我們來關心一下大家其實很關注的這個反質詢 到底反質詢提出精準定義了沒 如果我們以相對人代表在補充陳述裡面所提的這個定義 這個畫面上大家上方可以看一下 他是這樣寫的 對立法委員所提出的質詢不予答覆 反進對質詢委員提出質疑責難結尾 或提出與質詢內容無關的問題 這句話有三段 其中第一段不予答覆就是不講話 不講話這個文藝上跟反質詢應該是不相涉 那後段提出與質詢內容無關的問題 這個其實在舊法原本的25條就有寫到說 答覆不能超過質詢範圍以外 所以這不應該是反質詢要不然就重複規範了 所以我們去推測我們邏輯推測 對委員來說真正構成反質詢應該是中間那個質疑責難結問這段話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以四個可能性 四個答覆方式來看看有沒有可能會落入這個範圍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右邊這個例子 前一陣子這個新聞有報說 許委員他有問院長在這個質詢說 你要喝茶還是咖啡 不過等等我們想到說用報導 上次準備停的時候委員就說這個報導都可能造謠 委員可能忽略了說這些報導其實背後都有 這個立法院公報跟國會的直播可以做參考 所以沒關係不喜歡報導我們換成公報 等一下這一頁這個是公報當天寫的 他上面確實有提到說 這個院長我想請你喝一杯飲料 不曉得你比較喜歡喝咖啡還是茶 我們來想像對這個問題應該是可以怎麼回覆 當然我們必須先說 許委員提這個問題其實也不是在聊天打屁 他其實是想要去提出關於台北市警察局長人事權的問題 所以他是一個提組的第一問 那假設今天院長就回答說 委員週五便當要吃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灰色那個最小圈圈 反問一個無關的問題 也就是答非所問 那如果今天他是反問委員說 那委員你喜歡咖啡還是茶 這個我們就叫做以問答問 那我們就說一個反問無關的問題 本來條文就有限制了 那以問答問通常就是問題回不出來 或者是逃避這個問題 不過這個到底是不是這種反質詢 可能就還是有討論空間 但是我們要說的是第三種情況 如果今天院長是回覆說 你要問我這個問題 你可能是要看是上午還是下午 是吃飯前還是吃飯後 這個叫什麼 這是我們綠色圈圈提的 點出問題的錯誤 邏輯的瑕疵 或者做一個情境的預設 我要做情境 我才知道怎麼回答你這個問題 可是當我今天反問你說 你問的是上午還是下午的時候 會不會被認為是一種質疑 會不會認為是一種結問 甚至如果我點出委員的錯誤 被認為是一種責難 而構成反質詢 而構成財法 那當然他也還有可能 一種問題方式是 回答方式是這樣 就是釐清問題爭議 他問委員說 委員你問這個問題 是跟什麼施政有關係嗎 比如說你看到當時這個 四大超商聯合對咖啡做漲價 這件事情如果發生在現在 這個問題就會很有意義嘛 所以我想釐清問題爭議 所以這本來就應該是討論一個問題 需要來回 需要溝通 需要辯論 所必要的 他一樣會被問 會可能被認為是質疑 可能被認為是結問 所以我們發現說 細徵這個反質詢的 如果要照委員的定義 他發生什麼問題 首先是他框住了灰色跟紅色這兩塊 以外 他也框進了綠色跟藍色的部分 可是我們說綠色的部分 也就是點出問題的邏輯跟情境預設 以及藍色的部分 釐清問題爭議 他都是為了政策辯護溝通 釐清責任政治所必要 可是卻落入反質詢的質疑 甚至由主席來決定 是不是反質詢 進格決定可不可以裁法 那這就是我們認為 反質詢 包括整個25條 為什麼會構成明確性的欠缺 甚至違反比例原則 而有違憲的情形 那最後我們想要也請大家 跟著再試想一個案例情況 就是說假設今天 這個前天這個奧運得到金牌 林陽得到金牌 大家都非常開心 這難得是台灣人可以整體 就不分黨派不分族群 共同為一件事情加油 實在是令人很感動 如果有一個部會首長 他就也因為太感動了 所以他就是在自己的臉書寫說 這個恭喜林陽台灣之光 不過同時他要在他的微信也寫說 恭喜林陽中國人的榮耀 結果這個部長就被請到立院去做質詢 立委就問他說 請問部長 你到底是中華民國的部長 還是中國的部長 你認為林陽之光 到底是台灣之光 還是中國人的榮耀 這時候如果部長就這樣子回答他說 我們本來就是中國人 布蘭是什麼人 請問 布蘭是什麼人 這句話 是不是反質詢 如果是 難道國族自我認同議題 不能被尊重被討論嗎 如果這不是反質詢 那又什麼會是反質詢 我們其實很想請教委員 這種回應方式 如果搬到立法院質詢台上 會不會被禁止跟處罰 補充到此 謝謝